大家好,今天这支影片是面试真题分享的下集 那这支影片有别于上一集主要会针对另外四个不同的学群来作为分享 分别是大众传播学群、数理化、资讯以及医药卫生学群 那如果你还没看过上一集的话,请先去点一下 因为那支影片有跟大家分享到基本面试的准备环节 那一样这支影片也是跟天下杂志合作 下面的资讯栏呢,一样也有提供帮助学生准备面试、涉略、国际时事的相关资源 那你只要点开连结就可以免费取得一个月的全阅读 非常地鼓励大家都去点击 你就废话不多说,赶快开始 第一个想要分享的学群呢,是大众传播学群 这个学群呢,真的是非常地新兴蓬勃发展 所谓的短片时代也是现在社群媒体的趋势哦 那除此之外,这个科系在现在非常地受欢迎 还有关注不少的学生在高中的时候 就学习如何制作动画剪辑 是因为这样子在面试的时候 非常容易被问到 目前国际间有因应传媒转型的例子 像在台湾来说,大家听过的Uniqlo 或者是星光三月 他们都有一些转型,一些改变 那如果讨论到面试的真体主要有哪些呢 首先,因为这个是非常新兴 在所谓的网猴时代 就非常容易被问出来 也就是说,可能会被问到 你对于现在的KOL 或者是YouTuber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不见得你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但想要知道的是你对于这样子的职业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新兴媒体嘛 它跟传统媒体是很有差别的 所以也可能被问到说 那在这样子的差别底下 你会如何解释 或者你会如何分享这之中的差异有哪些呢? 你常看的电视啊,网络节目啊,新闻 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新闻内容呢? 可是这一题我觉得还蛮值得发想的 刚刚提及的短影片时代的兴起 对于大家,对于个人的影响是什么呢? 或者是也可以说对于店家的影响 认为广告这个东西有没有 嗯,过度泛滥吗? 或者是你觉得广告在社会上 生活上扮演的角色有哪些? 讲到传媒,讲到资讯传播 接下来想要直接分享的是 数理化资讯学群 那这个学群可以说是堪比 我上一集的商管学群来说 也是很多很高比例会去申请到的一个学群 那你们知道现在AI,人工智慧兴起 全世界都在讨论那种十大被取代的工作 但相反的呢,也会造成十大新兴的工作 十大里面就有五个 关于人工智慧,关于大数据 大家都想要成为那种AI 制作AI的那种师自辈的人 对关于人工智慧,Chat,JPD,VTubers 议题就非常值得被探讨 可以说现在在台湾有很多科系呢 它叫做人工智慧学系 或者是有跟环境相关的 它都变成是很夯 而且未来绝对不怕没工作 现在时代已经在变迁 这些东西跟我们过去生前的年代 真的很不一样 先来讲数理化相关科系好了 那数理化就是繁殖数学啊 理科可能物理化学相关专业 考出这种学科题目的几率非常高 通常都是考专业考题 那他也有可能会问你一些高中的生涯啦 比如说你高中曾经后悔过什么事情啊 他问的面向比较是 你最喜欢数学物理化学的哪个单元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很擅长呢 可是你最有印象的高中实验是有哪些呢 那数理化学群问的方向跟资讯真的差非常多 所以像我刚刚说的可能你需要跟现在很新的人工智慧啦 物联网啦 大数据啦 机器人做连结这些议题都需要先去设略 目前相关的一些伦理议题啊 他也很需要你先去看看喔 好那这些呢 可能他还会再询问的是城市设计这个东西 因为有很多的高中现在有整设一些课程是关于城市设计的 那对于一些你本身就有兴趣的学生来说 你确实就会先去学到一些城市语言 所以如果你在学习地层有写到的话 你可能会被问的是 你接触城市设计你最喜欢什么样子的城市语言呢 学习这些的相关经验有哪些 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学写城市呢 我自己曾经有一个学生就回答说 因为他想要发明游戏 对这也是一课 你需要讲出为什么 需要说服教授 说服面试官说 你对于城市设计这个的热忱在哪边 或者是这个问题真的很值得问 就是说你认为数学跟城市设计有连结吗 刚才讲的这些重大的议题呢 都可以连结到天下杂志的经济学人 陈良荣专栏 伯伦胡说科技 就是跟所有科技相关的 AI相关的都可以去涉略一下 一定会增加你个人的多元想法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学群了 是医药卫生相关学群 这个学群呢 非常的注重你过去参加服务系的社团 或是志工的相关经验 提问的问题呢 跟科系也会有直接连结 比如说像医学系的话呢 也会连结到目前新的科技 也就是机器人 机器人是否会取代医生呢 受医系呢 可能会问说 目前台湾对于流浪动物的看法 你有没有知道常见的动物疾病有哪些呢 那牙医系除了会问你 你有没有看过牙医呢 你觉得牙医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如果你未来遇到拒绝治疗的病患 你该怎么做呢 比如说像我本人 就是一个超级讨论看牙医的人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曾经的学生被问到 这一题你会怎么回答 中医系可能会问说 你对于药槽的看法是什么 你有认识的药槽吗 也有可能会针对不同的药槽 问你是有什么样子的特性 或什么样治疗 就是看你跟药槽的熟悉程度有哪些 学系的话 因为药学系很常被讨论的是 不同学校的不同学制嘛 有很多四年五年六年的不同 所以你对于这样子的学制看法是什么 或者是你有喜欢的吗 或者是你未来有没有想要研发的药物呢 相反科系物理治疗 职能治疗 语言治疗 跟呼吸治疗 那你知道这之中的差别是什么吗 你为什么会选择某一个治疗科系呢 室外学系很容易被问到高度近视相关 营养系呢可能会直接问说你觉得某些食物有什么 比如说优质蛋白或是反制脂肪是什么 食物标示的了解程度 在台湾讲的食物安全或者是食物中毒 对一个的话是护理系的话呢 也会问一些味道相关问题呀 或者是你觉得目前护理师大缺 那你为什么还想要就读 或者是你对于护理师大缺这个议题 你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呢 那撇除这些比较general的问题 可知道未来在临床上遇到的问题有哪些 如果你真的遇到对病人对家属的医疗纠纷 你会怎么样去应对呢 那因为台湾的偏向医疗也是非常的被看见的 所以你认为台湾偏向医疗的问题 或者是可以怎么样去做等等的看法 医院跟诊所的差别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那我们知道医药卫生学群 既然有不同的科系 但是重关都是会待在高压的环境下工作 所以可能会被问到 你未来如何克服高压的问题呢 你如何抒发自己的压力 你怎么处理低潮 你个人对于医学的定义是什么 你觉得什么样叫做帮助人 这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先想想 自己心里需要先有个答案 你在面试的时候才会比较好做应对 医学与科技应用的例子 非常新可能会考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看到这边 我知道这上下两集的内容有点多 希望大家都可以从我的影片里面得到不同的帮助 也可以听到你觉得有帮助 有启发想听的东西 接下来还是想要鼓励今年的考生 也提醒未来的考生 我认为现在一阶的成绩放榜啊 如果没有伤到你喜欢的学校科系的话 其实这不等于你成绩不好 你程度差 我觉得成绩好坏 他都没有办法去做改变的 我想要鼓励你们往前看 你们一定要非常认真对待面试这个环节 但我认为所谓的大学还是要去读自己喜欢的大学 喜欢的科系 在一个你喜欢的环境下才会是比较值得 读起来也会比较开心 那总结这两集影片 我觉得目前的趋势 其实非常注重学生个人的提的发想 我认为现在其实在很多的层面上 大家都会想问说 你怎么想 你觉得呢 他已经不是那种书本上 我可以去抄抄答案 或者是我可以去参考其他人的言论 他比较是你个人到底是为什么想要来 你个人觉得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领域 但在那个领域里面 你如何做到所谓批判性的议题思考 这就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每个人都想要寻求一个很珍贵的经验 可以让自己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你可以从高中 就开始训练自己的思考能力 我觉得对未来非常的有帮助 他讲了这么多目前新兴的趋势 所谓人工智慧跟AI传媒 这一些都很容易进入面试考题 就算我上一集说的 AI其实也可以连接到教育相关嘛 那我们说外语相关 也是不是会被AI取代呢 这一些东西都非常新 非常的想要知道学生怎么想 我觉得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那最后呢还是想要提醒大家 如果在这两集影片分享的 这些近五年的真题 你听的当下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怎么办 那你真的需要去参考我底下的资讯栏 提供天下杂志免费的全阅读 还有我在影片里面有一些专栏的截图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花时间看一下 涉略一下 让自己有更多的想法可以说出来 也是提高自己内心还有脑袋之中的深度 那这就是这一集的影片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是如果你接下来去面试 你真的被问到了 那我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来跟我分享这个喜讯 大家在大学面试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现 虽然说不要紧张真的很难 但你一定要保持平常心 我这种习惯涉略这些国际 只是未来大学生活求职绝对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就下一集影片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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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yi mb 感谢观看